接下来将关注点转到美国 美国境内就有这一号人物被性侵案困扰了很久很久 曾经的好爸爸形象荡然无存 接近80岁了 现在必须为当年的行为付出代价 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官裁定 证据足够 天才老爹扣斯比必须出庭受审 面对的是一宗下药性侵的指控 天才老爹面对的控告其实不止这一期 不过这是那么多起性侵案当中 唯一的刑事控告 美国时间星期二 老牌演员寇斯比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州法庭 出席预审听证会 近年来势力大不如前的他 一直由发言人搀扶着 寇斯比被控在2004年 性侵坦普大学女子篮球队前营运主管康斯登 他曾经试图上诉要求撤销此案 但遭法院驳回 三个小时半的预审听证会后 法官裁决 性侵证据足够 扣斯比必须接受刑事审讯 康斯登是第一位站出来指控扣斯比性侵的女性 他目前定居在加拿大并没有出庭 在由证人代读的自白中 康斯登透露当年自己在生活上遇到难关 扣斯比给了他酒 和草药 他在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已经遭到性侵 扣斯比代表律师质疑康斯登前后不一的说辞 还说事后康斯登还上了扣斯比的节目 他的家人也接受了扣斯比送的礼物 扣斯比先后被50多位女性指控性侵 事情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 但由于年代已久 多数案件都已经超过法律追究期限 无法做出刑事控告 受害人只能提出民事诉讼 只有2004年的这起康斯登案 仍在可以提告的期限内 如果罪名成立 现年78岁的扣斯比 将面对的最高刑罚是坐牢10年